这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韩国电影 一经上映便横扫各大奖项 观影人次甚至超越了釜山行 更是拿下了韩国影史票房总榜第九名的佳绩 而这便是由影帝松康浩主演的出租车司机 他叫金万谢加入首都汉城 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 原本万谢靠着开出租载客 父女俩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可就在最近 他已经拖欠了近十万韩元的房租 房东开始催促 可其实交不上房租这事 也不能全怪万谢 当时的社会环境便是如此 那是1980年 韩国刚刚结束了 朴正熙长达18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人民正期待着迎来民主政权 不想拳头换却策划了双十二政变 大韩民国再度陷入可怕的独裁统治之中 紧随其后的是一波接一波的民主抗争运动 学生和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 开始席卷全国 为了禁止百姓示威 全董换下令戒严 大学停课 严禁罢工 实行宵禁 彼时的韩国街面上已经没几个人了 这样的大环境 对一个每天要上街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而言 自然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省钱 万谢充分发挥小市民的市块特长 修车时讨价还价 吃饭就半个泡菜 街上见到是个人就在 甚至厚着脸跟房东借钱 可就是这样他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 直到一日来了送大买卖 那天万谢正在饭馆吃饭 他是专门给出租车司机就餐的饭馆 在那里 一个司机同行 得意洋洋地炫耀起自己借了单大货 有个外国人要包车去光州 当晚宵禁前再回到汉城 一来一回就给十万美元的车钱 十万啊 还是美金 万谢眼红了 趁着同行还在享受午餐 万谢赶紧开上出租 试图抢在同行之前 把这单大伙给截胡了 在剧场门口 万谢见到了这位外国人 此人名叫尤尔根 心思彼得 是德国一家媒体的新闻记者 昨天 彼得从同行处听闻了 关于韩国证据紧张的消息 为了采访新闻 他伪装成传教士来到韩国汉城 并与县人接上了头 据县人提供的情报 因反对全董患政府的独裁统治 韩国光中的民主化抗争运动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而政府则出动军队 极力镇压运动 然而外界对该此事 却所知甚少 原因就在于 政府切断了光州和外界的通讯 控制了新闻媒体 不许有任何 针对政府的负面报道 谢人认为 光州一定是出了大事 彼得决定亲自去光州一趟 好了解和采访实际情况 谢人于是帮彼得 叫了辆出租车 而万谢则成功解了同行的胡 靠着在同行那里听到的消息 万谢猛讨过关 顺利搭载上了 这位有钱的外国人 提路上 万谢可高兴了 还用半生不熟的英文 和彼得聊起了天 直到出租车抵达光州 光州的路口 设置了禁止通行的路障 而彼得也拿起摄像机 开始了拍摄 在彼得的催促下 万谢将车子 开进了路障之中 可还没开多远 前方一队士兵 便拦住了去路 士兵表示 光州发生暴动 外面的人一律不许进去 万谢只好掉头 打算折返回汉城 不想彼得却声称 要是不搭载他去光州 就不给车钱 为了赚这十万块 万谢不得不寻找小路 好不容易找到小路了 不想这条路 也有士兵把守 好在万谢机智 向士兵谎称 彼得是外国商人 去光州 是为了取落下的 重要商业合同 要是没有这份合同 韩国的东西 就没法出口到美国 一番说辞 还真说动了士兵 万谢得以顺利搭载彼得 到了光州境内 刚一到光州 万谢就跟彼得要十万块车钱 可彼得也不傻 只愿意预付一半的车钱 剩余一半 得回到汉城再给 没辙 万谢只好拿了这一半的钱 然后继续搭载彼得 很快 出租车抵达光州市内 眼前的光州 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的商店和房屋 都关门上锁 街道上 散落着民主运动的宣传单 四周更是挂满 要求解除戒严令的横幅 彼得则拿着摄像机 拍下了眼前的一切 路上二人遇见运行乘卡车 进行示威运动的大学生 得知彼得是来采访的记者后 大学生们高兴地邀请彼得 和他们同行 其中 一个叫在职的大学生 因为英文好 还担任起了彼得的翻译 到了这会儿 万谢才知道彼得是记者 原本他还有些埋怨彼得隐瞒身份 不想大学生们 见对他这个护送记者来此的司机 表示了热烈欢迎 万谢都有些不大好意思 彼得打算跟着大学生们 去医院采访商者 万谢表示 自己会开着出租跟在后面的 不想到了路口 万谢居然直接一个掉头 打算回到汉城 他可不希望 自己的车子 再被示威的人给弄坏了 在万谢眼里 没有哪个国家 比韩国更好了 什么示威 什么民主化运动 不过都是那些个大学生 吃饱了没事干 结果不成想 万谢在路上 又遇见了一个老夫人 原本他不想搭理的 可看着老夫人孱弱的模样 万谢又于心不忍 最后还是搭在上了 老夫人要去医院 寻找失踪的儿子 他听说 居然在屠杀 手无寸铁的百姓 担心儿子也牵连其中 可万谢却十分坚定地声称 居然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抵达医院后 万谢好心地帮老夫人 寻找其儿子 没成想 老夫人的儿子 居然就是卡车上的 大学生中的一员 更没想到的是 彼得也正跟着大学生们 在找万谢 他的摄像器材 落在了出租车上 找到摄像器材后 万谢扯谎说 自己是迷路了 才没跟上来 不想谎言 直接被大学生拆穿 脑落的彼得 将剩余的车钱 给了万谢 看他自己回汉城 万谢正数着钱 数了光州本地的出租车司机 却开始谴责他 都说好了 是要往返 既然收了车钱 怎么能丢下乘客 自己回去 万谢被众人指责的羞愧不已 便将先前收下的一半车钱 还给了彼得 又出于不好意思 将其继续搭载上了 而作为彼得翻译的大学生载职 也顺道坐上了万谢的车 路上 万谢开始对着载职 这个大学生 喋喋不休 他觉得 大学生的本分 就是好好读书 试什么威 造什么反 这不是白白浪费 父母的血汗钱吗 万谢不想多管闲事 说好了下午七点 就送彼得回汉城 路上车子需要加油 说好了只加三千块的油 不想工作人员 却擅自给加到了四千多 万谢以为 这是光州本地人 在欺负他这个外地的 生气地表示 就算加多了 他也只给三千 没成想工作人员解释说 多出来的油 是免费给他的 万谢再次感到不好意思 再次告诉万谢 最近光州的出租车司机 很辛苦 有很多司机 就因为搭载了伤者 而被政府给抓了起来 加油站 也是出于好心 想帮点忙 此时 光州的百姓 纷纷涌向车站广场示威 而随着出租车驶入广场 百姓们纷纷鼓掌 欢迎彼得 这位来采访报道的记者 就连万谢 这个司机 也连带着 一同受到了欢迎 甚至 还有光州市民 给他们送当地的小吃 彼得会见了一位 光州本地的记者 两人一同在楼顶 偷偷拍摄示威画面 而此时 万谢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坐在一边 吃着光州市民送的小吃 就好像下面的示威 完全不存在一样 随着示威规模 越来越大 无数军警 肆无忌惮地袭来 他们残忍地打伤 射杀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这还是万谢 头一次亲眼目睹 军队对百姓的暴力镇压 可他不愿掺货进去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 掺货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 彼得和本地记者 都打算下去 近距离拍摄 万谢阻止不成 只好跟了下去 此时广场上 一片混乱 百姓们高呼着 要求全斗换下台 而试图镇压百姓的军队 像是发了狂似的 甚至都用了大炮 朝着百姓不停轰炸 瞬间的功夫 广场上烟雾弥漫 哀嚎一片 甚至用血流成河来形容 都毫不夸张 彼得挤在人群里 用摄像机 忠实地记录下了眼前 这残忍的一幕 而此时 政府特务也发现了彼得 万谢几乎是边拖边拽 好不容易才将彼得 从拥挤的人潮中 拉上了出租车 最后 在千钧一发之际 及时逃走 成功逃离后 万谢也不禁感叹 政府怎么能这么对待 这些无辜的百姓呢 可眼下天色见黑 万谢急于回到汉城 不想车子 却出了故障 好在关键时候 光州本地的几个 出租车司机出手帮忙 对于万谢这位 护送记者来的汉城司机 本地的司机们 都十分热情 甚至愿意将自己 车内的零件 拆来换给万谢 万谢担心 独自在家的女儿 想打电话回家 可光州的通讯 全都被政府切断了 想等车子修好 可车子维修 得好几个小时 而光州过了晚上九点 就会戒严 看来今晚是回不去了 彼得见账 打算给万谢支付维修费 可万谢却降着不恙 甚至和彼得发生了冲突 觉得他是明知道 这里危险 还偏不告诉他 然而政治无果 天色也暗了 无奈之下 万谢只好和彼得 一起赞助在了 司机老皇家中 在老皇家吃了顿饭 万谢这才稍微平复了心绪 还和彼得 开心地聊起了天 此时 电视里也开始播报 关于光州事件的新闻 然而 新闻竟将一切 都推到了学生身上 说是不良学生发动暴乱 散布布什谣言 导致五名军警死亡 却丝毫没有提及 那些被军警残忍杀害的老百姓 同时 光州本地 也不乏一些有良知的记者 他们冒着被解雇的风险 将戒严军屠杀百姓的真相 预刷在了报纸上 不想此举 遭到了报社的阻拦 好不容易 预刷出来的报纸 也被撕毁 在报社看来 害报社关门 害他们被政府抓起来 因此眼下 报道真相的唯一希望 全都寄托在了彼得 这个外籍记者身上 彼得也答应大家 一定会将拍摄到的真相 拱住于世 让全世界都知道 全斗患政府的暴行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爆炸声 那是1980年5月20日晚 愤怒的老百姓 烧毁了报道虚假新闻的 政府傀儡电台 彼得走上街头去拍摄 不想一级人 被便衣特务发现 逃跑中 彼得的底片不慎掉落 为了帮忙捡回底片 在职不幸被捕 特务拷问在职 可他非但死活 不肯说出彼得的下落 还让他赶紧逃跑 逃跑过程中 万谢见着好几个大卡车 车上的居然都是被抓捕 和拷打的平头百姓 万谢正正惊时 特务头子追了上来 特务将万谢 视为暴动分子 对其进行殴打 好在彼得 即使偷袭了特务 二人才得以顺利 逃回四级老皇家 亲眼目睹了 戒严君惨杀百姓的画面 万谢陷入了沮丧 那晚他哭了 他用彼得听不懂的韩语 自言自语地说 自己其实不是什么好人 年轻的时候 他在沙特开卡车 赚了一些钱 可后来妻子生病 这些钱几乎都用来 给妻子看病买药了 但而妻子的病不见好转 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妻子便劝他 别在自己身上花钱了 让他照顾好女儿 为了养育女儿 万谢假装拗不过妻子 最终眼睁睁地看着爱妻 离开了人世 妻子走后 他出于愧疚 开始酗酒 直到一日 看见女儿抱着母亲的衣服哭泣 也是从那天开始 他借了酒 开始一心照顾女儿 说完 万谢不住地抹着眼泪 这一天 他在光州的所见所闻 几乎击垮了他的内心 他不是铁人 他也想帮忙 也想跟着光州百姓们 一起高呼 可他更记得 自己是个女孩的父亲 他不能再让女儿失去唯一的亲人了 一日天还微亮 担心女儿的万谢 被打算抛下彼得 悄悄回到汉城 彼得和司机老黄 发现了万谢的离开 可他们没有阻拦 反而给了他车前 逛中的小路地图 以及假的车牌 好帮助他平安离开 面对彼得和老黄的善意 万谢很是内疚 这次他不肯再要车前 还一遍遍地说着道歉 老黄却告诉万谢 没关系的 错的又不是他 是那些混蛋 抱着巨大的愧疚 万谢开车折返 靠着老黄给的假车牌 他顺利离开了光州 途中修车时 万谢得以给女儿去了电话 得知女儿被房东一家照顾得很好 万谢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随后他去了市场 给女儿买了双好看的皮鞋 然后走进一家面馆 面馆中 客人和老板娘 正在说着光州发生的事 和之前的万谢一样 因全董焕政府极力封锁新闻 韩国的百姓 唯有通过口耳相传的假新闻 获悉假消息 都以为是几个叛逆的大学生 跑到光州引起暴乱 而那些军人 则是被牵连其中 导致无辜死亡 除了韩国国内的很多人 不明真相 国际社会也一样 光州运动的真相 几乎无人知晓 万谢一看报纸 果然 全董焕政府将抗争的百姓 定义为暴民 将民主化抗争运动 歪曲为暴动 报纸的整版篇幅 都在报道说光州抗议 导致五名军警死亡 却对戒严军屠杀百姓之事 只字未提 深谙真相的万谢 气愤极了 这明显是歪曲事实 研磨真相 回程路上 光州发生的一幕幕 在他脑中扶过 终于 不堪忍受良知挣扎的万谢 调转车头 选择回到光州 他不能就这么丢下 自己的客人 回到老黄家后 对方表示 老黄和彼得都去了医院 万谢赶到医院 却只见眼前遍布血迹和尸体 场面惨不忍睹 那都是被戒严军 残忍杀害的老百姓 而其中一人 便是在职 当时为了掩护彼得和万谢逃走 在职惨遭特务杀害 尸体就被随手扔进了农田里 万谢落着泪 帮在职穿上了鞋 就连彼得都被眼前的场景 震撼到陷入沮丧 万谢主动将摄像机 塞到彼得手中 他得继续拍摄 得让全世界都看见这片 人间地狱 在万谢的鼓励下 彼得拿起了摄像机 镜头中 亲人们在啼哭 朋友们在帮死者盖上国旗 据说因为遇害的人太多 以至于光州的棺材不够用 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大学生们 全都帮忙找棺材去了 此时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可还是不断地有出租车司机们 背着伤者前来 司机告诉众人 在光州锦南路 百姓们只是聚集在一起唱国歌 就遭到了建言军的持枪扫射 他们打算去救同胞 彼得要去拍摄 而这一次 幻谢表示会将彼得护送到底 此时的锦南路 军队的直升飞机在盘旋 戒严军正无情地射杀百姓 就连那些想要去救青棚的人们 也无一幸免 枪林待遇中 一个个手无寸田的百姓 倒在了血泊中 一时间 静南路死伤遍地 哀鸿遍野 为了救人 万谢和其他司机们开上出租车 他们冲入街面 以出租车作为掩护 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伤者 救入车内 在司机大哥们的鼓舞下 越来越多的百姓 冲到街上救人 然而 军队还在持续扫射 冲锋枪 坦克 大炮 什么武器都用上了 无数拼命惨遭射杀 而万谢会有落着泪 看着眼前这令人绝望的一幕 事件愈演愈烈 本地的记者担心彼得的安危 让他赶紧带着摄像机 回去将真相供注于世 而此时 政府的特务也发现了彼得 为了阻止彼得揭露真相 特务们是穷追不舍 靠着老黄给的地图 万谢载着彼得从小路奔逃 不想还是遇见了检查哨 士兵班长要求检查车子 而万谢则一早买来佛旦日莲花灯 将摄像器材和底片 全都藏进了莲花灯内 一番搜查下 班长发现了汉城的车牌 意识到这就是上级 命他们抓捕的外国人 就在万谢和彼得 坠坠不安之时 没成想 士兵班长竟出于良知 选择隐瞒并放他们离开 原本万谢松了一口气 可熟料检查哨的电话忽然响了 他无想令 严禁任何外国人离开 检查哨的其余士兵即刻阻拦 好在万谢开车技术过硬 成功飙车逃离 可很快 特务头子就带人追了上来 万谢的车子陷入包围之中 眼见即将被捕 千军一发之际 司机老黄 摔多个出租车司机 从小路赶来支援 为了保护彼得 司机大哥们不惜牺牲性命 以混淆特务们的视线 最终 在司机们的重担 或翻车牺牲下 特务的车队被毁 万谢得以载着彼得 特务追捕 彼得假意预定了一日早上的机票 实则改为最近的航班 打算即刻离开 离开之前 彼得将取其饼干的铁盒套空 并将底片藏了进去 以带进飞机 告别时 彼得希望万谢留下名字和联系方式 该新闻播出后 他还会来韩国 还想再见到万谢 万谢有些犹豫 此时他注意到了车上的四伏牌香烟 于是留下了金四伏的假名 和假的联系方式 回家后 万谢和女儿重聚 短短几天却恍如隔世 而彼得逃出韩国后 也如他所承诺的那样 将拍摄到的影像资料 全都公之于众 在媒体的传播下 光中事件的真相 震惊了全世界 但事件渐渐平息 彼得回到韩国寻找万谢 却得知万谢留的是假名 这个叫金四伏的出租车司机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23年后 彼得因为光中事件的报道 拿到了韩国的新闻奖 得奖感言中 彼得表达了对金四伏的感激 如果不是金四伏的勇敢 光中事件的真相 不会被世界看见 而在韩国的某条街道 渐渐老去的万谢 换了辆出租车在开 而看见彼得拿奖报道的他 亦是十分欣慰 多年前 在光中的经历 他永远不会忘记 电影最后出了字幕 彼得多年寻找金四伏无果 最终在2016年遗憾此事 本片根据韩国历史上 518光中惨案改编 记者彼得和司机金四伏 都确有其人 当年 光中民主化运动 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1988年 韩国国会举行听证会 时隔8年 光中事件的全部真相 才大败于天下 电影上映后 有男子称 金四伏的原型 是自己的父亲 一位酒店的包车服务司机 然而不幸的是 在从光中回到汉城后 金四伏受到 光中所发生之事的刺激 而患上了严重的PTSD 并因此中毒酗酒 最后 迂回汉城四年后 因肝癌晚期而病逝 享年54岁 影片主角金万谢 或者说金四伏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 甚至谈不上什么好人 他爱谦 自私 热衷明哲保身 没什么理想报复 是个圆滑誓快的小市民 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 提日三餐 房租水电 才是金四伏的刚需 就连我们以为 以正义为宗旨的记者彼得 都是反英雄式的人物 当大学生问彼得 为什么要做记者时 彼得的回答出人意表 不是为了正义和理想 而是为了赚钱 然而 没有人可以站在道德之高点 评判他们 因为你我也不过 是类似的人 人生在世 多少人为五斗米折腰 这世上 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 所谓的正义 互非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 出于善念的抉择 偏名 出租车司机 所谓的司机 指的并非金四伏一人 而是那些徘徊在生活中 卑微渺小的普通人